台北市政府爆发了性骚扰痴案 有一名公园处的驻卫警 性骚扰女性职员 时间长达五年 一共有多达六个女性都受害 而这名驻卫警不但会言语骚扰 还会摸臀触碰胸部 就算被寄了申戒调离原单位 他还故意多次回到原办公室 借记来跟受害的女性们独处 借记让他们心生畏惧 而这些受害人 在今天也出面还原了被骚扰的经过 也不满当时有向上级反应过 但是随后却遭到职场霸凌 甚至还被证明驻卫警 反锁在办公室内 说到伤心处一度激动落雷 整个事件中没有人 给我们一丝的关怀 只有不断地质疑我们的出发点 虚待威胁地告诉我们 不要再找议员申诉了 议员他都很熟 类苏遭行骚经过 两名受害者停生而出 指控被市府公认出驻卫警 长期对他们言语骚扰 受害女性多达六人 多次传暧昧监讯 甚至毛手毛脚摸臀席胸 让被害人心生恐惧 饭吃不下夜睡不好 长达五年时间 上报主管却置之不理 只要求这位诸位警 上下班到南港去打卡 这叫什么调理啊 去年11月受害者联手提出申诉 虽然在11月底 将诸位警调离原职 却没有严格限制 让他多次回到原办公室 12月中公认出竹敏 还揭露受害者的姓名 被诸位警得之后 恼羞成怒 将受害者反锁在铁门内 进行报复 这个女同事跟我求救 说她不想跟她单独在一起 知道公园处的态度 含护家害人 没有我们了解的情况是 她总共只有回去三次 第一次拿东西 那两次是参加 原住地的文康活动 所以她没有回去 原住地的状况 主管警官一问三不知 更没有网上承报 被市府劳动局 直到事件爆发才知情 一直到今天 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 完全不知道 夸张的是 到受害者出面 开记者会前一刻 朱卫警还打到议员办公室 扬言提告 试图施压 要求劳动局 发文给公园处 去了解当时整个处理的过程 同时 对于疑似有职场霸凌的事情 劳检处也会依法 进行相关的查查 迷途风波烧进台北市府 发生在科市长任内没处理 现在要讲完市长 替受害员工讨回公道 这里是张云田杨佩玉 刘成为台北报道